其实我真的很爱他 但是最后来说 我就像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 那他父母一出现 我就是变得一文不止 我想这段感情距下去 就只有伤害了 所以我想还是分手吧 他很多的时候 都会特别地依赖我 什么事情都需要我做住 有的时候我也会有事 也会不知所措 我不可能所有事情 都是顺着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 我伤害了他 但是我真的不想分手 来 掌声有请 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马千香 24岁来自黑龙江 外卖颂 女嘉宾萧女士23岁 同样来自黑龙江戴叶 来 有请 欢迎两位 女朋友 对 谈了多久 我们认识一年 在一起半年 我听说你们今天来 主要是因为你对前女友 念念不忘 是吗 对 你看 就是他之前前女友 给他打电话 他没在跟前 然后我给拒接了 然后他那个 就是前女友 到那个店里去找他了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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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在经济实力和认知不够成熟的这双重实力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就谈情说爱还勉强是OK但是谈婚论嫁显然太早这是第一个我的我的认知和理念第二个一对年轻男女出入社会彼此爱的山盟海誓也好走进婚姻的殿堂也好 好好反省好反省好反省下自我 所以你现在你觉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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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男孩答应你了无论从什么游道拿回来一笔钱买了房子了我可以很负责的说我也不看好你们的未来因为两个人对于爱情的储备对于认知能力的准备包括经济能力的准备还都是零刚起步啊 你有什么权利你们俩有什么权利谈婚论嫁呢 岂不是给双方的家庭平添了很多很多的负担吗 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如果你们真心觉得你们爱的没有任何的疑问 那就考虑明天的事情就像我们总在这个舞台上说的就该规划了可以规划了对吧可以谈婚论嫁了那好了坐起来好好想一想吧 条件是不差的好手好脚的在哈尔滨想要得到一个虎口的营生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 因为那个城市我也生活了好多年绝对不要自怨自意的怨天尤人的 你要改变靠自己啊要幸福靠自己啊妹子好好想一想好不好 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泪水都收起来放在自放在自我提升的这个这件事情上 这是你最重要的不是求求你娶我吧而是把自己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让他天天跟你说宝贝嫁给我吧求你了嫁给我吧这样你才会有幸福好不好 男孩也是喜欢他爱他就说清楚不喜欢不爱他也不要因为短暂的寂寞而强扭在一起 好不好你们两个年轻人啊好好想一想爱情不是儿戏如果真的谈婚论嫁了就好好准备一下 你们需要具备那个实力好不好 好加油啊好谢谢张老师来莎娜老师 谁告诉你谈了半年的恋爱就一定要结婚啊 没有 谁告诉你的 没有 这样的男人你结了婚能怎么样啊 你结了婚之后要干嘛 就证明你比他前女友强了 就证明他爱你爱得比爱前女友多了 嫁给他就是能证明这一点是吗 你现在不就是要这么一个结果吗 他我不想说太多反而要说你 你爱得这么卑微干嘛呀 你是嫁不出去吗 23岁就害怕嫁不出去了 你的个性里面有一点是很可怕的 爱攀比 自己没有什么实力但是特别爱攀比 爱攀比指什么不光其他的方面各个方面 包括感情上你也攀比 你攀比他你跟他的前女友他爱谁多 你用这个攀比来证明他爱你爱得多 就是当你在追求的不是幸福 而是你比别人要更幸福的时候 你离幸福就会越来越远 听明白这句话了吗 所以先自爱自尊自重 别人才能同样的爱你 别再求着嫁给他了 没他你活不了啊 no 对不对 男生我觉得就是很简单的一点 所有的事情都在用借口来圆 圆来圆去最后把自己圆进去了 圆不了这样的谎 如果是撒了谎或者说的不是真心话 就不要找借口 干脆沉默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要想找借口或者 找理由去圆你说的谎 那你还不如实话实说呢 所以诚实一点对待感情 也对待自己 好吧 谢谢 好 谢谢莎娜老师 来 图老师 女生说放不下对不对 男生也说放不下对不对 对 女生的放不下是因为不甘心 男生的所谓放不下是要面子 先说你啊 因为这个女人跟你一起还了债 你不想让大家说你是个负心汉 所以你也是傻 她的债你干嘛要跟她一起还 说实在的从外在条件来说 你比这个男人要强 你就那么想嫁入他们家 你在没有嫁进去之前 她都可以这样对你 这么不在乎你 罔顾你的感受 你嫁进去了之后 你以为你会有什么好日子过吗 你以为谁会尊重你吗 大好的时光才二十三四岁 没有时间去谈第二段感情 没有时间去 经营一下自己的事业吗 没有吗 有 男生 没有什么好要面子的 一个女人是帮你一起 共同承担过债务 你应该表示感恩 因为不是所有的女生都能做到 但是也并不意味着 因为一个女人 共同跟你一起承担了债务 你就认为为了这丝面子 我不能做这个负心汉 把真话说出来 往往是一个男人的孙爷 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就这样 好 谢谢图老师 来 小伙子 今天其实姑娘来这儿 大家说了她这么多 人家就想要一句痛快话 你是不是爱我 你要不要娶我 对吧 这话不是很简单一句话吗 想好了就给人家说 我压根没考虑过娶你这件事 这也是个话 对吧 或者说我就认为 我们俩到现在为止 我们没有发展到能娶你那个地步 你跟人说实话不就完了吗 珊娜老师刚才那段话挺好 就天下的女生 就看看这个挺好的 就咱谈恋爱 急着嫁人都行 但是咱不能谈的没自己了 你求着嫁能嫁好吗 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年 反正你就告诉我能不能给我钱 我和你在家里 但你家里也 就像今天咱俩在这可能只说了一些 就平时我什么样的 我什么样的 现在我改变了什么 你也能看得到 因为咱们每天都 每天可能基本都可以见得到 我什么样的 我在改变什么 你也看得见 刚开始我什么样 现在我什么样 你也看得见 我现在规划 我的生活规划里有你 我也没有骗你 骗你我也不会来到这里 就是咱俩说这些 当时一些人说这些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但是给我点时间 我现在给 当时我把规划给你 你看得到我之前跟你说过规划 然后你觉得这样行的话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 就一次 是我的错 我陷入你剩下的漩涡 无力再去说些什么 任凭泪水 天眼将花落 难得爱你 竟是我的错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我们看到了一段 谈了半年的情感 在这段情感当中 纠葛着夫妻的辞职 纠葛着一些债务的问题 纠葛着一些 南方跟前女友 牵扯不清的情感 纠葛着现女友 一直想嫁到 南方家里的 各种各样的情绪 在这个里面 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的 大家要和他们 自己去选择 请开门 好 好 好 来 小伙子 还有话跟人家说吗 可能是我做得还不够好吧 但是我没有骗子 不管谁问我都没有骗子 谢谢你 请回